大家好,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上节课我们已经将这个BBS论坛这个区域呢制作出来了 那么这节课呢,我们来往下制作 制作这个ATML5前端的这个区域 好,那么这个区域的话也比较简单 我们进入这个开发工具 首先呢,需要把它这个划分一下,对吧 看一下它的布局 那么布局的话应该是左右两栏,对吧 左右两栏 它们占的这个宽度的话都是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,就可以给它使用这个 好,1比1的这样一个效果 好,我们在下面来给它加一个这个注释 HTML5 然后呢,复制一下 好 给它一个这个ID呢,是这个ATML5 然后呢,将导航这个,先给它改一下 跳转到这个ATML5这个部分 然后来写这个容器,DIV Class呢,等于这个Continue 然后里面的话是这个DIV Class等于这个CUL-MD -6 好,再用两个 好,再用一半的大小 好,然后呢,再来 左边的这个里面的话是放的是什么呢 放的是一个标题,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 左边放的是标题 然后一个简介 然后是这样的一个 有一个这个麦子的这样一个小图标 然后后面呢,是这个什么呢 简介,对吧 好,我们在这里来看 来看一下,给怎样来写 首先呢 写一个什么呢 H2 好,H2里面呢 我们来写这个标题 HTML5 前端 开放 好,然后呢 P Download里面来写内容 写它下面的这个小内容 小内容的话,直接来复制一下吧 好,一个一线之身的前端工程师 轻轻打造 然后呢 里面的话有什么呢 有这个 再往下是什么呢 是这个小图标,对吧 好,我们先把这个文字给它复制过来 先把文字复制过来一下 好,复制完成之后呢 把下面的这个区域里面的内容呢 也给它这个加一下 首先把这个素材给复制过来 桌面上 好,H2这个素材 然后呢 放到这个项目里面去 好,引用一下 AMG SRC呢 等于这个AMGS下面的这个HTML5 点GPG 好 然后呢 给它加一个这个class的类 等于什么 等于这个知识印的,对吧 AMG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好 那么现在呢 已经出来了,对吧 已经出来了 然后呢 我们来具体的给它制作一下样式 首先看一下 这个整个区域,对吧 这个ATML5这个区域呢 它有一个这个背景颜色 好 那么我们给它加一下 这里面呢 找到这里 最后 写个知识 HTML5 好 然后呢 选中这个ATML5 首先给它一个这个背景颜色 Background 那么 它的颜色值呢 我们给它什么呢 F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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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这样一个颜色值 同样的 我们要给它这个padding padding的话 我们就给它这个padding 上下80 左右为0 好 给它之后呢 我们再回来看一下 好 这个时候呢 它就已经有了这样一个背景 并且上下呢 有了一定的这个类边距 对吧 有了一定的类边距 好 再往下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需要给这个H2呢 加出的这个效果 对吧 加出显示的效果 好 回到这里 选中这个HTML5下面的这个H2 然后呢 给它这个Fonts 给它一个加出的这样一个效果 好 然后再来看一下效果 好 加出了 对吧 加出了 然后呢 是这个段落里面的这个内容了 段落 那么这个文字呢 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是没有问题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给它加什么呢 加这个Mite的这个小图标 好 那么这个小图标 我们怎么加呢 我们找到这个 进入这个V3 V3.boot css.com 这里好 中文网里面 找一下 那么这里呢 有这个组件 那么这里组件里面 就详细的这个图标的这个 对应的这个代码 我们只需要把它复制过来呢 就可以了 好 我们找到这个麦子 有一颗小麦子的这个图标 小麦子找一下 在这里 好 我们把这个呢 复制一下 好 把这个名称呢 复制一下 然后呢 回到我们的这个P段落里面 从第二行开始呢 有这个麦子的小图标 对吧 好 我们直接使用一个span 然后呢 给它加一个class 好 加为这个就可以了 好 两个呢 都是使用的这个小图标 两个都给它复制一下 好 复制完成之后呢 我们回来 在这里刷新一下 好 小图标已经有了 对吧 小图标已经有了 但是呢 这里还有一个小图标 外边呢 有一个这个背景 圆 这个圆的这个背景 对吧 这个背景的话 我们应该来给它制作一下 我们直接打开这个 这个谷歌的这个调试工具 好 审查元素 好 出来之后呢 我们找到这个span 这个小图标 然后呢 我们首先呢 在这里 上面 给它加一个什么呢 加一个这个背景颜色 好 先选中任何一个颜色 然后把这个颜色值呢 吸取一下 吸取这个logo的这个颜色值 好 给它加一个这样一个颜色值 然后呢 给它一个这个颜色 好 字体颜色等于白色 然后呢 我们给它这个 加一个这个圆角的 这个寸理效果 好 redus 那么圆角呢 我们给它50% 好 然后呢 我们定一下这个图标的 这个宽高 宽高呢 那我们给它这个40个像素 宽度 以及高度 好 然后呢 我们让这个文字呢 居中来显示 好 这个图标居中显示 然后再定一下 它的这个行高呢 为多少呢 为这个40 好 然后 让它这个 离这个右边的文字呢 有一定的 有一定的这个距离 那么我们就使用这个 margin rate 好 给它一个20个像素的 这个距离 OK 那么就这样 把这个呢 复制过来 好 复制到哪里呢 复制到我们的这里 新建一个类 好 在这里呢 给它新建一个类 那么新建一个什么类呢 我们可以给它命名一个 叫做 点 麦子 杠 A acun 对吧 acun 好 然后呢 把这个样式呢 给它复制进去 然后将它提到哪里呢 提到最顶部 公共区域 那么这里呢 给它算是一个公共区域 然后下面这里 给它加个注释 之前没有加 那么这里应该叫做什么呢 导航 好 上面是公共区域的 然后我们把这个 麦子 点 acun 麦子 杠acun呢 给它复制过来 然后拿到这里来 给它加进去就可以了 好 加进来之后呢 我们再来刷新看一下 那么两个效果呢 都已经是被添加了 对吧 都已经是被添加了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给它这个 指定一下这个 P段落的这个行高 好 P段落的行高呢 为多少呢 为这个事实 好 我们找到这里 麦子 下面 好 找到这个 警号 html5 下面的这个P段落 然后给它一个这个 行高 那么40个像素 好 就这样 然后再来刷新 没问题 然后缩小看一下 能否自适 好 没问题 可以自适呢 和左边呢 也是一样的效果 可以自适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 itml5 前端开发 这块区域的这个 制作的方法 好 已经自适应了 那么 下节课呢 我们来制作 下面的这个什么呢 这个Botstrap 这个区域 那么这个区域的话 其实 和我们这个呢 就是一个 复制过去的一个东西 复制过去的一个关系 那么只需要改一些 一些小东西 就可以实现了 好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节课